我要先講 現在八天是 很感謝你 你要我到美國一定要回來 然後在台灣 大家經歷 雖然有 就是天氣比較暖 但是大家經過了這個 但這個天氣 今天我們就在那裡走 主要感謝大明 我們一定見識要全面的事 讓華文壇的人數能夠增加 我們都沒做到一百人 我說 現在看起來好像不太可能 我們都做到六十年 但是主 只要你動功 我們就一定可以 主要春日花時代 華文壇的人 你夠真的是同心合一 在你的面前 我們向你禱告 我們向你祈求 那時候說的每一句話 我們就很唱的 每一歌都可以打動我的心 主啊 祢打動我的心 跟我們同在 跟我們交換 讓我們跟我們說話 主啊 這是我的信仇 最需要這可能的事件 主 等一下 有同學傳到 太陽 不能被解答 主 全你充滿他的口 從他畫出來的每一句話 都能夠砸到我們的心 主啊 謝謝 祢打動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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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看這檔 愛人 愛誰 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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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盒 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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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道結明 好 第二個下面 我們來看今天的聖經 經解一記載 《雙世經》 二十七章 一到十七節 二十四十一章 四十一章 以佛所書六到十四十四十 今天份 經解 長一點 來 我們一起來讀 來 以善良的這邊 來 以善良的眼睛睜光 都能看見 就叫他大大白之以善良 說 伯爾 以善良 活在這裡 以善良 他說 我如今老了 如今到南天死 現在阿里的氣泄 就是這間長的方法 幫我天爺去為我打悲 以善良 我所愛的 做成美味 祂來給我吃 使我在為死之先 免免祝福 例如 以善良 阿里的善良 以善良 阿里的善良 以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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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的善良 要得也會帶來 你都一起 來 以善良 阿里的善良 阿里的善良 說 我請念你父親 為主的歌 和你善良 說 好 第七 你去把野獸帶來 做成美味 給我吃 我好在為死之先 在焰華面前 給你祝福 現在 偶爾 你要照著我所恩 復復者 聽所謂的話 第九 你拿到兩隻 給我拿兩隻 給三條套腕 我願照你父親 所愛的 給他做成美味 你拿到五隻 讓你給他吃 使他再為死之先 免免祝福 十二 Analytics 兩 eux 皆 為相避kim jai 說 我哥哥的名 我哥哥的名 上 我的身是有毛的 我身上是光滑的 十二 园 兩人 всех 讓你 那如果我 是太貌仰良 必要給我 浮復者 我的國民希望原 我又照著所受 哥哥 祝福 神面 来 復人 啥哥哥 說 阿如吃神 說 我耳朵的宗族遇到我身上 您是否能听我的话 去把梁糕给我拿来 他可以去拿来交给他母亲 他母亲就造了他父亲所爱的作色玫瑰 一般大家又把家里所存的大儿子 遇上到我们的祝福回到他小孩之家的村上 又愿用家里的包子包在雅各的手上 看景象的光滑处 一起就把所作的美妙和女 包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 还有一节我们记载41节到44 来 你扫兵拿父亲给雅各祝福 就愿用雅各的信心所 为了我父亲去小孩自己去的 到那时候 我一小的兄弟两个 十二 有人把一百家他儿子一小的话 帮到一百家 他就打八人去 叫他小儿子 各个来 对他说 你哥哥一小想要伤你 暴走去 好 再来十三 好 一起来 你哥哥想要伤你 好 一起来 来 你哥所书 来一起读 祝福祂的父母 使命和福 在世享受 这是第一台 担命运行的决定 第四 应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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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凯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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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 我们要敞开心 用心灵和诚实来领受你的话语 帮助我们在气质关系上 从心得力 这样老大 我不是供靠主义书的名单求 Amen 今天我们进入到这个 第二个讲座 我们第一个讲座 上次是讲什么 主义关系 那我们今天是讲什么 亲子 所以我们这一季 所有全部都是在关系的系列里面 一个一个的讲 一个一个的讲 所以我期待 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每一次的角色都能够扮演得很好 那我们今天呢 透过《创世记》的27章 这个雅各跟伊嫂的故事 我跟大家分享这一段话 那我想这个经文 应该是大家都从小到大 故事都听过了 那我今天大概就是 我可能不从那样的角度来看 OK 我先说一下 我过去曾经听过一个 那个黄青衣校长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 听说他过去也是论坛报的社长 那也是学校的校长 有一次呢我就听到他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一直对我印象很深很深 他也是在我孩子很年纪的时候 我听到这个故事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他就讲到说有一个小孩非常聪明 爸爸是爸爸是医生 妈妈是律师 你觉得这个组合孩子怎么样 优秀 对不对 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是第一名的 从来没有第二名过 就是样样继统这样很优秀 所以都是自幼班的那一种学生 那有一天呢 这个因为他是国小的 但是呢他的小孩 后来第二个老二就出生了 老二出生的时候 你知道吗 所有的亲朋好友 怎样 来的时候第一个看的是谁 老二 老二 他就看老二 然后老二全部的人怎样 所有的礼物啊什么 全部都带给老二 结果呢 这个老大怎样 突然间 失落 很大的失落 很大的失落 你为什么都那么聪明 哎呀 不错不错 对很深的很深的失落 那个面对的失落 让他觉得很不爽 所以呢 只要趁妈妈不在的时候 爸爸不在的时候 就去怎样 偷给他弟弟 反正就让他不舒服就对 就很生气 所以他就捏他 会去来冲底 那样 所以 这个关系就不是很好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不爱念书 反正我妈妈都不在意我 我管他去 我就去怎样 下课之后 我就打电动玩具 哦 你知道吗 打电动玩具 他实在是很聪明 打电动玩具 也怕轻火那种东西 然后呢 打完之后 他都得到很多奖金 就是啪啪啪啪啪 那个东西会掉下来 这种游戏这样子 然后每晚都有得到奖赏 所以那个老板就很喜欢他 鼓励他 一直鼓励他 问题是在电动玩具里面 好像在那边赚钱 所以呢 每天玩 每天都没有准时回家 哇 这一下子可好 这个妈妈怎样 跟爸爸 非常的担心说 奇怪 我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所以呢 他就跟来学校 告诉这个校长 这个校长看到这个事情 后来才知道发生什么事 结果这个老大呢 校长去他们家家法之后 然后也跟这个孩子谈话之后 才知道原来是这个问题 所以呢 这个爸爸妈妈 后来他们想一个法子 因为成绩就掉到最后面 本来是很厉害 现在根本就不读书 也什么都不要 所以这个成绩 一直掉下来 所以他们家人受不了 父母也很单约 然后呢 回家也没有准时 每天都要去找孩子在哪里 我真的就是造成很大的论 因为父母偏带孩子 然后造成这种结果 然后 这个 校长呢 他就想一个对策 他说 这样好了 下次呢 这个 如果有人来家法理 第一件事情 要 看的对象 就是谁 老大 你要先让老大 得到安抚 照顾 然后被看顾之后 然后请老大 去带领你们去看老二 然后所有礼物都经过老大 的手 然后再给老二 这样的话 这个孩子会不一样 真的 他们就开始实施 然后通告所有的家人 你看 所有家人 只要这样来 第一个就是要这样告诉他们 那后来呢 这个孩子怎样 成绩有没有往前走 有 恢复回来 自信心也建立了 然后再觉得他被爱了 所以你知道吗 亲子关系里面 孩子怎样 不偏袋这些事情 父母怎样不偏袋 家人怎样不偏袋 对这个孩子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事情很重要的 那我今天也是要透过 今天那个 雅各跟 雅各跟什么 跟一嫂故事 这两个兄弟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来我们先来看这个 家里的组织 那你是要这个家 你是要娶谁啊 是谁 利百家 对不对 那娶利百家之后呢 然后呢 他生了两个 这是什么 双胞胎 双胞胎 他老爸是谁 以嫂 他老二 雅各 其实他们两个是双胞胎 那只是一个先一个后而已 丘胞胎胎 拿着出来 所以这个你知道这两个 一开始在母父里面 就开始有状况了 好 那这个 以嫂呢 他有娶两个太太 一个是叫做什么 游迪 这个 这个名字大家比较少听到 游迪 那另外一个孩子 另外一个太太是八十母 这个都是赫人 那雅各呢 那他娶了两个太太 一个是谁 丽雅 丽雅 丽雅是老大 但是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丽雅 他比较爱谁 拉姐 这个还是有故事 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到 后面她的太太的故事 我今天只讲前面这段 家庭恩怨 就是冲突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那亚伯拉罕那时候 他娶了两个谁 一个是谁 一个是撒赖 另外一个是谁 下角 那下角是他的谁 卑仁 卑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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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卑仪 对不对 后来她是因为 才能够生 然后才能够 好 这个是 后来就取这个 下角 然后生的也是玛丽 然后现在造成现在 你看这件事情 到现在 为什么一直在站着 到现在 就是这个 这个历史造成现在的结果 这样知道吗 好 那我今天 要讲的是说 因为这个亲子关系 然后做成这样的一个 就是 亚伯拉罕那个世代 一直到 伊萨这个世代 这样的过程 造成所有的后面的事情 完全的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这个过程不是这样 演的话 我不知道现在状况 会是什么样子 我也不清楚 只有上帝知道 那我看看 圣经上有很清楚讲 伊萨是在爱谁 伊萨 伊萨 一个爱老大 他太太爱谁 老二 一百家 爱老二 因为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伊萨 伊萨为什么爱伊萨 为什么 他会打猎 他会怎样 打猎 他会打猎 所以你看 一个是教他打猎 对不对 另外一个很乖 他说什么 他就听什么 所以这个老二 很听话 妈妈说什么就做什么 你在听话 妈妈就爱谁 听话 那个都一直往外跑 一直去打猎 他就没有爱那么爱他 所以 其实一开始 这两个人 一个爱着一个爱着 两个人 关系就会出问题 好 那我们看看 伊萨就是 比较善感力 那 第一次欺奠是什么 这个我们今天没有讲到这故事 他这个是之前的故事 第一次他欺奠是什么 用什么 红豆汤 然后去欺奠 这个 你看这个 姨姨嫂 他就是去打猎 然后拿了点位回来 很累 很累 然后到那个地方 看到 红豆汤 怎样 就觉得很好之后 然后就想要去 因为很渴嘛 又很累 现在这时候如果 能够止迹一下 不是很好吗 想要保足一下 你看 他就说可以啊 你长子民分要给我 长子的民分 哎 长子民分 多重要一个民分 这时候他为了贪得什么 食物啊 为了这个食物 为了好吃 然后就把自己的民分给谁啊 卖了 长子的民分就卖了 这个事情 哇 第一次就欺骗他 你看 这么轻易你看 一个红豆汤 然后就把民分拿到 他说我还要死啊 这个老大 那我们来看 那 这个时候 这个 这个 以赏 以赏 这实在非常想 以赏 年纪很大 然后眼睛就昏花 到前面 不要近 那很 没有办法看见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他就叫这个大盒子来 说 可以讲 眼睛快要不行了 所以我现在 要给你祝福 那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去怎样 去山上打猎 回来给我吃 那你我吃完美会之后 我就跟同处 这样子 所以离场呢 他就祝福 然后这些事情 被谁听到 立百家就听到了 怎么办 然后呢 立百家就怎样 做什么事 快点喔 告诉谁 两个 就说 两个 我跟你说 你爸爸 刚刚喔 要煮东西 来给麻花吃 山上的野味 给爸爸吃 爸爸就会为他祝福 这是跟以赏说的 你喔 办公里 要帮忙一下 要做什么 欸 伯儿啊 你要怎样 你要听我的话 你快点 怎样去 拿两支 什么 回三两 然后我们快点 把它煮成美味 然后就怎样 去给爸爸吃 爸爸就会为你祝福 这样子 喔 这个立百家 这样安分丢 对也不对 对也不对 不对也不对 很好 用他对的地方 ok 那你看 雅各是怎样 他做什么 他有没有说谎话 好 雅各是说谎话 他会被 这个 这个是会被揭穿 他很担心 他很担心 然后但是呢 他还是做了 他做了什么 他说 欸 我跟你讲 我哥哥喔 他有忙啊 身这样有忙 我没有啊 我光溜溜的一个 这样去一定 怎样 被揭穿的啦 这样子破 会破 破 什么 会破功 这样子 而且呢 我会遭受咒诅 而且不得 不得 怎样被揭穷 这样子一定没办法被揭穷 因为他自己很清楚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然后他木槿又跟他说 没有关系 咒诅怎样 都归给我 你看这个妈 到底是什么 爱 就是宠爱 宠爱到 没关系啊 溺爱 就溺爱喔 所以不要溺爱孩子 这边很清楚 偏心喔 要溺爱 你就去 反正不管了 就是去拿三个牙膏来 给他吃就对了 这样子 所以他就去拿了 他有没有照做 有 有喔 照做照听 那如果圣经上的话 是要怎样 这样可不可以听 可不可以听 要诚实 要诚实 对不对 我们圣经的原则是怎样 要在主里面听从 不是 你如果做错 我来说你若去吸毒 我来去跟你吸毒 那对不对 妈妈叫你去吸毒 你去吸毒 那对不对 应该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们再看看 那妈妈就要设计怎样 要做欺骗嘛 但是呢 那儿子就听了 所以你把家就怎样 就把家里那个 他锁成那个大 那是衣扇 他那个最好的那个衣服 给谁穿 雅各 雅各穿嘛 还有呢 用什么 用三样高的什么 毛 然后披上他的什么 尖 还有 反正只要有光秃秃的地方 只要有皮肤露出的地方 都怎样 都把他披上这样子 所以呢 就交在这个雅各那边 给雅各穿这样子 好 穿完之后呢 那雅各怎样 开始欺骗自己的事情 雅各的父亲说 我就是你的长子啊 宜嫂 生命不对 生命不对 对 那时候 他就很怀疑 我来看看 他怎么弄 他说我是你的长子 那我已经吩咐 你就照这样行就好了 他就请他 他就请他起来说 哎我跟你讲 我做的美味很好吃 请你来吃 这样子 啊晚了之后 你要给我祝福 那伊萨就对他儿子说 哎我儿 你怎么那么快呢 我刚刚才叫你出去之后 我怎么前面你出去 等一下你就回来了 不行 或是你喝得很累 他说 哦 因为耶和华 你的神使我遇见好的机会 能够得到 你看他也是掰得很漂亮啊 刚好逮到机会 的确啊 因为他妈妈真的是 也逮到这个机会 刚好听到 也是这样子 好 那你看 伊萨等一下 他就开始怀疑 怪怪的 他就开始做验证 他怎么说呢 他说伊萨就这牙都说 哎我儿啊 来来来 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我要摸摸你这样子 到底 因为我听起来声音就不太像 噢 是不是这样子 哎呀 怎么都是毛咧 可是明明就不太像 手一摸摸也不太 他也是毛啊 哎 这个毛好像很难骗啊 他自己怎么没有 哎呀 都是啊 那时候 因为眼睛昏花了 然后大概 年纪大了 也是在很难分辨的 所以呢 就是想说 好像就是吧 这样子 就似成 似成相似这样子 好 那这个伊萨在印证 雅各 都会听 他怎样说 他就听 这时候 娃娃说什么 就听什么这样子 伊萨就说 哎 你真的是伊萨吗 他又跟你说什么 是 第一次又说话 又再说话 不是 那伊萨就要求他 来那你给我美味吃 也会吃 哇他就吃也会 然后就吃完 第一次吃完 啊第二个事情 怎样 你还拿酒给我喝 他也喝了 再后来呢 要不然你有清嘴 他清嘴是会闻到 那个伊萨的香气 因为那个伊萨又是谁的 伊萨 看起来就是很像 那应该就是了吧 那结果怎样 就给他祝福了 OK 我们来看他祝福 不知道你祝福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他说 愿神是你天上的甘霓 你是不是说 天上的甘霓 要干嘛 雨水 对不对 有这些雨水 就是要怎样 就可以滋润大地啊 你没有水怎么滋润大地 对不对 东西怎么可以成长 对不对 我们现在如果没有下雨 那就惨了 好 第二个是什么 地上的什么 回沫的土地 都要给他 还有什么 五穀星球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因为你有雨水 然后有土地 土地那是什么 五穀 五穀 五穀就会怎样 酿酒啊 就可以来吃了 对不对 那就可以养生 意思就是生活就可以怎样 富足啦 无忧啦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 那再来呢 什么 愿多米都适丰米 多果怎样 贵败 那你是怎样 对吧 就围王国 我再看看 再来呢 你的弟兄怎样 你的弟兄 你要做你弟兄的王 哇 那谁啊 那是谁 毕少了 变成是什么 本来是从党子民分 连党子民分都没有 还要怎样 当到仆人 变成这样子 因为他要侍奉他 对不对 那再来 你母亲怎样 你母亲 就是那个 你母亲的儿子是谁 就是乙嫂 要向贵败 你看 哇 有没有数料料 输得一塌很土 输得很惨 再来 咒诅你的 愿他怎样 也受咒诅 为你祝福的 你也怎样 为他能复 所以你看 这是 以撒给亚各的祝福 那本来这个祝福要给谁 给以撒 结果竟然是亚各 用欺骗的手段得到 其实真的很过分 从我们的角度 人家真的很过分 但是你会发现 这样的一个故事 跟我们在现实的社会里面 怎样 还蛮像的 我们不是常常用欺骗的手段 然后不整一切 然后要得到一切 所有吗 我们所有的 你刚刚看所有的公司 机构 或是医院 很多 很多时候也是有中现象 这样的结果 好 那这时候怎样 一嫂 等一下 他开始 从山上回来了 很快乐 很快乐 他今天要去唱歌 我们来看看以撒 以撒呢 刚好以撒把雅各祝福完之后 马上怎么样 以撒就回来了 回来干嘛 他说 希望能不能到祝福啊 然后就希望 他就拿美味给爸爸吃 他说 他说 我帮你一起来吃啊 你要给我祝福啊 这样子 然后 结果以撒说 你是什么 我刚刚 我刚刚 我刚刚给的那个人是谁 我是 我是一杯雅子以撒啊 他说 以撒 他就觉得弄在那边了 不是刚刚已经给了吗 刚刚是谁呢 这样子 然后以撒怎样 放声大哭 他就要求祝福 这样子 所以以撒 就很战兢 说奇怪 你还没来之前 我都已经给他吃 而且我都已经吃了 也未完食晚了 我现在已经饱了 这样子 对啊 然后 你 我已经为他祝福了 将来他要得到福气 但是呢 以撒就非常的难过 而且生气说 拜托啦 爸爸阿弥再给我祝福 再给我祝福 再给我祝福这样子 我 有没有办法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该给的祝福都给了 那到时候他还是要求 他说 可是你知道吗 他是用 什么 诡计来欺骗的 然后 他把我所有的福分 都把他夺走了 我是很气他 但那一次这样 这一次又这样 两次都欺骗我 这样子 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以撒就非常的生气 很愤怒 很生气 然后以撒很生气 问题是以撒也很不难 因为都给了 都给了 所以以撒说 他两次这样欺骗我又陷害我了 然后你难道 你都给他都没有给我吗 再多点给我点点的祝福好不好 这样子 你看喔 以撒回答以撒是这样讲的说 我已经立他做王了 我要让他弟兄都给他做福人 就是你 并是给他五五辛九 可以养生 所以这些我都已经给了 那现在我能够给你的是什么 你觉得 我现在可以给你做什么 好 看看他怎么给 那 以撒就对他父亲说 你还是可以给我 拜托一下 你还是给我吧 然后他这时候又更大哭了 然后他就说 好吧 那最后就给一个这个东西 你看他给的东西 跟你给亚各的东西 差很多很多 那你看我们 我们看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 你们来念下面那个 他附近以撒回答他说 来 看吧 你住的地方 他必远离地上的肥土 远离地上的荒根路 你必靠着你的刀剑度生活 你又必服侍你的弟兄 到你不可驾驭的时候 你必从你脖子上 睁开他的二 好 那我问你 他给他的东西 他给他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 什么都可以有地方 那个地方 到底是比较肥沃土地 还是 比较肥沃 对不对 比较不OK的地方 而且呢 远离天上干路 所以应该是 那个地方是 比较容易干汗血 住的地方 一定是比较没有 那么肥沃土地 我在想 既然 因为全部肥沃土都被他 都给他了 当然就没这些 就是比较 不是那么好的一些地方 给他这样子 然后还要叫他说 以后你还要服侍你的弟兄 哇 全部都屁丢丢 这样子 所以呢 这件事情就引起他什么 他没有这些东西 他就是要靠什么 自己的劳力 这个劳力不是随便可以得的 他要去怎样 战争 他说你要靠刀剑度日 那你表现什么 意思就是要去跟人家争战 他才有办法得到 他养生 维持生活的生机这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 那以草呢 非常的 怎么样 气这个雅各 这样欺骗他 而且还欺骗两次 这样子民奉给我拿去 祝福又给我拿去 全部都给我拿去 我说一切都 好像都会演他 这样子 所以他就很生气 所以他就说 等到我爸爸过世的时候 等到 你就知道 要怎样 杀他 你看 兄弟之间就变成了 仇人 要什么 血恨 报仇血恨 这样子 好 好 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有记住 以草要杀 追杀雅各 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样 那雅各呢 他是被告之 就怎样 要做什么 要逃 没有 你就叫他 所以他就逃到哈兰那边 然后去跟舅舅求助 跟舅舅求助的时候 你知道吗 后来舅舅怎样 又怎样 又骗他 所以你看他欺骗人家 以后他也被欺骗 这样应该 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 我们看看以草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 优点跟学义 以草 以草的优点 他是以东人 因为他是吃那个红豆 对那以东人 他是以东人的始祖 那他比较让你射箭 而且呢 其实到后来 以草有没有原谅雅各 那是后来最后 问题是雅各有进入很长的 然后他讲什么 紧张不安 流浪讨论很久 一生都在想 好 哥哥当心在老台 所以那种日子其实不好过 这个以草的缺点是什么 他面对只要是重要抉择的时候 他就自顾自己的需要 忘记后面的结果 所以他根本就不管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怎样 短力 短视 他比较短视这样子 然后许那个赫人为妻 这个是他包包包包包很生气的地方 所以这个件事情 他包包包包很生气 这是以草特的 那雅各部分你看 他的优点是什么 他是以色列十二字太明依的师父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他很有决心 愿意为他的目标怎样 往前走 奋斗 然后不择手段 他也愿意 然后他也很善于经理 所以很会赚钱 好 这一个 但是他的缺点是怎样 只要遇到冲突的时候 他都是靠着他计谋计量欺骗 然后不择手段 达到目标 有没有人这样 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 我们常常遇到人家 很多时候 我为了不择手段 我怎样 为了达到目的 我就是做了一件事 做了一件事情 他不愿意 就是不愿意诚实 面对他的世界 然后第二个是说 他很喜欢 就是很会赚钱 他很会经理 就是善于经理这样子 那到底父母偏袋这些事情 会有什么问题 父母只要偏袋一方 就很容易引发兄弟之间的什么 之间的争战 那如果是两 如果两败俱伤 请问 如果两个总要杀 彼此把对方都杀了 请问这个祝福怎样 还有祝福吗 就美人 就美人 当然故事没有这样演 要不然就没后面了 我们就不会在这里 而第二个是请说 好 他为了抹取这个祝福 然后妈妈千方百计 然后不择手段 那这样的天堂 到底是不是爱 我问你 这样是爱嘛 然后就欺骗魔力 请问雅各信慰安吗 立百家信慰安吗 你看都是儿子 一个儿子要杀另外一个儿子 当妈的当爸的 其实情歌一看 我们都希望怎样 家里都怎样 和睦相处 不要这样子的冲突 不要这样子 制造他们之间的争战 所以应该是 父母对孩子不应该是这样做的 但是他们说要做 所以你看圣经里面都很原始吧 很丑陋的故事这样子 要告诉我们 很真实的故事 其实我们现在社会 也都这样在演 好 再来 再来 雅各因为欺骗 然后被女少追杀 对不对 所以他就该过着这种惶恐日子 这样子的吗 那他对他妈妈的孝顺 就是听妈妈的话 那这样是愚蠢 这不是真的 这个不是好的顺从 这是愚笨的顺从 好 这样子 好 再来 雅各逃到他来去 然后后来怎样 又被他的舅舅给欺骗 然后他要服侍 所以他为了要取那个谁 拉姐 他喜欢的就是拉姐 为了那个 他说丽雅 是丽雅的老大仙 所以我有做很多事情 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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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子是不是最有意的 是不是 我们可以想 再来 以撒老了 又昏花了 然后没有办法明天是非 那父母 这两个过程当中 他们两个 就是孩子 两个人在冲突 那这样的过程当中 发生这样的事情 都不知道你值不值得 这个我们也可以想 然后最后一个 我们看看 雅各虽然得到了祝福 但是呢 他也为了这个祝福 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 好这样子 好这样子 你看看 在以弗所说里面 到底上帝怎么样教导我们 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已经讲到说 你们做儿女 这里要教导我们 一个是儿女 一个是父女 到底两个要怎么做 做儿女要怎样 在竹里 听从看到这几句话 要在竹里 对不对 好第二 第二 圣经第二章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不再是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医学建议 然后呢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能力他们 这是以弗所听的教育 就是当父母跟当孩子的 应该怎么做 那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孝敬 对儿女来讲 到底要怎么孝敬父母 第一个足以天朝 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听着 第二个是要孝敬 孝敬父母 那孝敬父母的话就是不藐视 不轻看他们 那你们现在有发现 现在儿女对父母 其实都是很轻看 就是觉得父母程度不够 然后就会想要轻看 轻看父母 所以做儿女的 不要轻看你的爸爸妈妈 不要轻看 以前我也会轻看我爸爸妈妈 说你看阿姨 他们都受了高典教育 你们都没有受高典 然后你们现在想法是这样子 我会这样子 我以前曾经这样过 但是我现在觉得 我怎么会这样子 以前怎么会这样子 现在我觉得 我有一定要这样父母 我非常依依为荣为傲 好 那父母一切的需要 是你需要去供应她的 去帮助她的 而且你要跟她一起住 不要让她流离失所 然后到很多地方去 现在安养器都很多 当然 当你没办法的时候 也需要这样做 好 再来 有很多时间 你需要跟父母 有很多的陪伴跟聊天 其实现在父母 最大的负担就是 没有人陪 没有人跟她说话 好 我记得我先 她要 还没过世之前 她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她知道她生命 已经她每天 都回去二岁 陪她妈妈讲两个钟头话 当她在等来症的时候 她每天都去二岁 她就是陪她讲话 妈妈就觉得很感动 因为她被爱了 很感动 那再来就是 做父母的一定要榜样 就是孩子一定要要 那只要你好好孝顺父母 你有两个得到很大的应急 就是第一个你会蒙福 第二个你可以想长寿 健健康康的长寿 这样子最重要 好 那做儿女的 做父母的 到底要怎么办呢 儿女是上帝所示的 所以儿女呢 我们要怎样 用神来管 就是以神的话来管教 第一个 第二个不要让孩子常常 忍孩子生气 那你会发现 常常我会骂孩子 批评孩子 我们常常就都觉得孩子不够好 所以我们就常常给他这样的一个 生气然后愤怒 结果你知道 你对孩子生气愤怒 孩子就会反托 他也会怎样 不离嘴 所以这种很容易造成一个冲突 那圣经是在讲说 你要怎样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通语 这是尤其这样讲的 再来 神的话 你要用神的话 来教导跟教训 那刚刚我们有看过爱的经历 这个是神的话 就是要爱人要爱己 要爱神 对不对 这个都很重要 还有实戒里面 实戒是什么 要不可以停止聚会 要常常来教会聚会 要守安心 这个也是实戒之一 那实戒如果你都守 很多东西你可以守 对不对 那包括对神的对神 对一般的关系 全部在实戒里面都有 这是神在教导我们 我们要这样教导孩子 然后在 那孩子里面 我们本身做父母的 要先有身教 你有身教的时候 孩子怎样 你的态度温和 孩子就回应你温和的话 你的态度很差 脾气很差 你坏 他回来给你很差 那我常常看到 很多父母是这样 对孩子很严厉 但是对外面很宽容 所以孩子都希望说 我如果是外面你的朋友 该多好 不是你的儿子 不是你的儿女该多好 这是我最常常看到的事情 所以记得 我们要开始做建立家庭的祭台 如果你每个礼拜 有一个时间 尊主为圣 就是那个时间做一个家庭礼拜 一个家庭祭台 然后你就让这个家庭祭台 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然后把这样的关系交给孩子 那我的爸爸妈妈 每天 每天我从小到大 到我大学的时候 从小到大 每天家庭礼拜 我的家 我觉得这是最美好的 最美好的时间 这个你一定要做 建立家庭祭台 那我在我这个家 我现在这个家 现在是没有人 所以没办法做 以前我们家的人 全部在的时候 每个礼拜五 从晚上十点 一直到十二点 甚至到两点 我们家可以这样子 就是谈很多内心的话 从圣基的话 然后到婚 或人互相分享 然后到家里这样子 这是我非常期待的 那最后 要跟大家讲说 我们管教而已 还有一些原则 就是说 第一个要敬畏神 我们要教孩子长智慧 一定要敬畏 比如说敬畏 敬畏的话 就是怎么样 智慧的开放 所以你要敬畏 敬畏神 第一个 然后呢 你要让他健康 要养生 就是要给他对的 吃对的东西 要教他吃对的东西 让他身体的越健康 然后身压力增长 都是好的 那你要叫他讨生习业 你要讨人习业 你爱的你要爱神 这个要教 再来 让他看圣经读经 然后让他不会偏离神的话语 再来就是说 你要诚实 不要用欺骗的方法去 教你孩子 当你不诚实的时候 你孩子会跟着你不诚实 这很容易 然后呢 如果你偏爱为方 这孩子之间都会有竞争 守足之争 一定很严重 我看过很多那个什么 老二心理 就是老二心理 我在学的时候 我们发现 性格就很大不同 然后呢 他在社会里面 人际关系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我们要记得 我们生命当中 常常要记得就是说 怎么样 让孩子里面感受到爱 他是有感受到你的爱 才受到上帝的爱 所以这是我们要教的 从上面来的 还有我们个人自己给予的 那我们也是从神而来 我们从神里面得教导 我们才能够教导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孩子能够健康健全 生命品格健全 比一切什么都重要 所以神对我们的原则就是 你要行公义 耗免命 存谦卑的心 如果这个有 最重要还要怎样 与神同喜 如果你生命当中与神同喜 我相信你的孩子也会有些高兴 这很重要 好 好 今天这是我很大的 最重要的分享 就在这边 所以主耶稣有帮助 那我们要来唱这首歌 所以我们会试试 我来讲 的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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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